各位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11月6号星期二的大台中新闻 台中市第四市场在104年登陆为历史建物 为了活化老旧建筑 市府投入了3000万元经费 将改造成插画家和漫画家的建筑基地 这天举行了修复工程开工典礼 市长赢家龙也应邀出席 期盼完工后可以结合帝国堂场 文资园区等周边景点 形成文创观光圈 好 注意预备动作 市长林佳龙和多位地方明代等贵宾 一同拓映下第四市场的图样 宣告历史建筑第四市场修复 既在利用工程正式开工 将变身漫画和插画家建筑基地 要用创意活化第四市场 我们这个动画漫画 其实是很多人从小到大 大家成长的过程里面陪伴我们的 我们也期待说这些人才的培育 不是只有我们看到的这种最后商业的产品 我们台东市的城市影展就是动画影展 一定要从动画家漫画家插画家的培育做起 所以这个基地我们可以作为未来人才培育 跟他们作品展示交易的一个空间 老旧的设备静静陈述过去曾有的风华岁月 第四市场保留日制时期市场建筑的构造 但随着时代变迁荒废多时 经过文资处一年多规划设计 市府投入三千万元引进民间资源活化在利用 第四市场虽然在这几个市场里面 它的规模最小 可是它的兴建年代跟台中文学馆一样 都是在1932年相当具有历史 而且它具备了历史建筑的文资身份 所以在市场的规划之下 把它规划成为漫画插画家的进驻 那其实它就可以结合了 在这个旧城新生中 一个很活泼年轻的元素 市府推动旧城再生计划 将第四市场注入漫画创意 预计最快109年完工 期盼完工之后 吸引更多年轻人驻足 创造更大的发展契机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导